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费和行上性水费补贴 全民车资优惠将继续实行 关顾长者和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和福利 敬老金每年9,000元 养老金每月3,740元 每年发放13个月 推进长者公寓的兴建工程 为自合资格家团的最低维生指数为 一人家团4,350元 向三类弱势家庭发放特别补助 惯怀和支援残疾人士 推行照顾者津贴先度计划 每月2,175元 正式支援照顾者的服务中心 并推行日间暂托先度计划 继续发放残疾津贴 普通残疾津贴 每年9,000元 特别残疾津贴 每年1万8,000元 筹资残人士综合服务中心 新增致证人士住宿 日间展能 以及暂托服务名额 支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继续发放学费援助 膳食津贴 学习用品津贴 以及飞高等教育的书保津贴 继续实施2020年至2023年 继续进修发展计划 为合资界居民提供 每人上限6,000元的资助 鼓励居民终身学习 支援就业人士方面 继续推行税务优惠 雇员可获减收30%的职业税 一般雇员免税额为144,000元 向已缴纳职业税的澳门居民 退还2020年 而缴纳税额的60% 退税金额上限为14,000元 为应对疫情对本地雇员带来的冲击 特区政府继续推行大津培训计划 本地失业人士 及合资格高等教育课程的毕业生 报读特区政府开办的就业导向培训课程 最高获发6,656元津贴 培训后获安排就业转介对接工作 合资格本地在职人士 报读特区政府开办的提升技能导向培训课程 其本人或雇主获发5,000元津贴 在2021年 工赏业者及相关人士减免措施的基础上 亦新增了相关的税费扣减 贵免场地租借 牌照 准照费用等措施